110年群运会将在新北市举办 本次新北市在选办项目中 特别选定将电竞项目纳入比赛种类 新北市长侯友宜表示 借由电竞比赛的引进 可以带动整场赛事的多元性 我们特别选了电竞比赛 这是一个产业 我们希望所有的运动赛事 慢慢要得到产业界的支持 尤其电竞本来就是一种运动项目 也借着电竞的产业的引进 让新北的赛事更多元性 更带动我们的未来的经济的蓬勃发展 新北市体育处处长侯玉琳也提到 明年的赛事中将会推动科技化 包括透过网路进行圣火传递 和开闭幕典礼 规划虚实整合节目等等 我们会规划网路传圣火 用比较创意的方式 邀各县市民众一起线上传圣火 开闭幕典礼会以虚实整合的方式 来规划节目并结合灯光音效进行演出 除了推动科技化 新北市政府也将赛事的元素 伴手礼和奖杯设计 都融入在地的元素 侯尔宜表示 运动赛事的标章 特别选定女王头 要让大家一看到标章 就想到新北市 我们的整个运动赛事的标章 我特别选定了 我们的新北女王头 这个标章 就是新北市的代表的意向 非常清楚 人家看到你王头 就知道新北市 全运会将在明年10月16日到21日举办 本次也是睽違18年之后 再次与新北市举行 因此侯友宜也特别要求 各局处全力合作 共同完成这场新北市的设施 记者王伯伦 陈威颖 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